对吧 否则哪那么容易的发动机呢 别开国际玩笑了 内奸 哎呀 这主攻好屌的 我好怕 呂布 呂布很容易被人利用 也不是特别喜欢 这有心裁 你说 你说 你说我还有可能选 你说你说有了心裁在 这还是这样吗 这还是这样吗 哎这这这些还是这样吗 这些能叫这样吗 这都不是这样呀 打陈遇这种后期这么强的主攻 无中生有 你跟他慢慢耗就是死路一条 肯定打一波的嘛 顺手牵扬 打一波我跟你说 我那些架里面单挑 挑得过陈遇的一个都没有 我不是跟你们开玩笑的 真的 打单挑能挑得过陈遇的一个都没有 就我那些架 全都是被陈遇玩虐的 你不肯送牌给我 射服了一张不知道什么东西 刀我都不想挂 我把闪电丢了吧 这边这个曹丕 五股风灯 怒跳反的祖帽 这个陈遇 陈遇做主攻的话 会被反的压得很惨的 我一点也不担心 这个进入主 进入主内单挑的时候 我会 我会有什么劣势 关键是中间怎么简化局面才是真的 还有就是怎么样把嘲讽引到中城头上去 没有 第一回合 陈遇还是 与其去射服五股这种东西 不如射服一个勒布斯鼠 陈遇第一回合被反贼 集火了之后 肯定是一手的牌 动不了 这个时候最怕的就是勒布斯鼠 这如果我跟二张同时是这个 祖帽的队友的话 祖帽真的是 真的是笑的 真的是笑的出来的 引兵 要把他引兵牌打掉 比如说现在 陈遇掉了血之后 可以补牌补到五张对吧 这个时候二张如果 啪一张勒贴上来 他不就哭了吗 这个时候肯定是要 抚慰惊心 以安国室 这个时候肯定是 涉服勒布斯鼠最重要 这个南蛮如亲是因为 有曹匹在吗 想要强行把陈遇给翻面翻掉 作为内奸咱们肯定是不要血滴 大点杀还是小点杀的 其实没什么大的差别 做内奸的话可能小点的杀更值钱一点 因为也不会一次性把杀都出光的嘛 可能需要一个这个远距离出杀的这个功能 但我现在有把刀也不怕他 滑该跳钟了 这个反这个反这个反这个钟 那么很有可能是这个钟 我这把老骨头 两军阵前不占想象 祖帽的话我个人认为强度很普通 算是一个可以帮团队吸引嘲讽的武将 但是强度太低 所以说也就 所以说也就只能在 也就只能在反对队里面混一混 在主中队里面很有可能是 作为那个 在主中队里面的话呢 很有可能是后腿的 做内奸的话呢 这个人家看你身上一波隐兵牌 强行过来打你也是有可能的 杀 这杰黄盖要被打死了呀 得先让反贼减员才行 不然打不过 这陈玉被发了个面 估计也是回不来了 抚慰军心 武国安博士 居当如是 这这这黄盖已经差不多了 现在就看 如果成功是反的话 黄盖直接一血了 估计要死了 铁锁连环 还真是 藏石中 哎哟呦 奔御他 奔死他 好吧 要四张牌 估计是舍不得 如此霸业可足以 黄盖真的直接就死了 怎么办呀 盖哥 盖 还怒送一张疤 沈鱼应该是射了一张乐 顺手牵羊 顺手牵羊 不过好歹他起手把祖猫打残了 还可以 我这波 判个小牌 把反的干掉一个 还是有可能的 闪 父亲未尽之夜 由我继续 三点 祖猫这波牌 被曹匹收了 也不好 我再考虑一下砍谁吧 杀一下 不把他杀掉 他这波牌也是 也是用出来的吗 一样的 我这样贴索要用的 砍死祖猫之后 我要锁俩反 最后还有刀九杀呢 还可以接受 九九杀一下 闪 还有闪 那 那只能锁了 铁锁连环 他绝对不敢用啊 下回合再说吧 再看看 翻面是没法射服的 如果那射服翻面的话 就厉害了 不过 这回合 陈玉 陈玉能动的话呢 他手上那么多牌 再加上还能再 弄个射服 射服个桃什么的 还可以 可以打的 这还是能打的 藏 就是陈玉有藏保护 我有八卦保护 我自己还有无限 问题不到 你看 反贼还不是一直给我送牌 他们被 他们是 你看 就是 想不给我送牌都不行 你知道吗 就已经到这种地步了 想不给我送牌都不行 我真的不想要 真的 对吧 掉啥自行车 啊 要啥自行车 杀 丁正俊 逼逼看谁杀 我去杀曹昂了 等一下曹昂跟陈玉各可以给我丢一张牌的 因为他们手牌多嘛 没杀 父亲快走 有我电后 藏不至于真的没闪吧 这被打到凉血就伤了呀 杀 我天 大哥 你这么牌要是被草皮收走了 我们就不用玩了 小内啊 啊不是 效忠呀 你老忧这点还好 再来一刀我真的挺虚的 这这要被活活打死了 有我电后 是吧 成功有连弩 这边还有一刀 这这这这这 这真的就差一点点就死了 万箭齐发 这个万箭齐发 我是不是要曹 我是不是要无限曹匹才行呀 不然这波成鱼又被那个了 哎呀真臭 说我得无限曹匹了 不无限曹匹 曹匹把成鱼一翻就没法打 他竟然去管祖猫 不管自己 这绝对不能再碰曹匹了 曹匹下回合再说了 这成鱼再被翻 我没法打 这回合好歹也需要 成鱼能够说服个桃子之类的东西 曹匹刚才吃桃了 手里肯定有桃 这张雷莎不错 那看成鱼的了 成鱼有 有这个珠雀雨扇 我天 我我我我姐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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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简一 简一不是可以装的吗 你又得逗我了 你说你送闪送沙 也就算了 你送简一 橘什么花呀 藏不是送了一大拨牌吗 还橘花呢 这个火红阵是nice呀 希望二张死掉吧 二张死掉就好打了 二张死掉好打多了 二张死掉 我把左帽砍死 开个桃源 然后慢慢控场 捡垃圾呗 我擦了 这又是什么 哎别走啊 你这一走反贼崩了呀 少年 还好他回来了 再走一个反贼 反贼就崩盘了 牧牛流马 牧牛流马 不太好办呀 祖帽留着也是个祸害 祖帽留着 祖宗随时收到他 草皮肯定得打 牌不够好 就那么两张杀 父亲未尽之夜 有我 还好 判的点还挺小的 我还要再考虑一下 这张铁索连环怎么办 还是要连呀 打决斗吧 还是得连 用黑杀去 杀一下 他这个出杀就是自杀了 当然他们应该也没逃 好吧 桃源不用开了 直接拿红杀去删草皮就吃了 杀一下 至于他是闪掉还是怎么样都无所谓 主公还安全 凉血主公还蛮安全的 铁索连环 而且有奔御呢 这我给主公留个桃可以了 留个桃给他留个武器 我操了 这家伙设服了桃 别的就不要了 这丢了 这个也丢了 桃源肯定不要 毕竟有曹昂在 我觉得陈环还蛮安全的 我之所以不敢贸然的杀掉陈环 贸然杀掉曹昂是有道理 喂喂喂喂喂 你在锁里你敢挂腾甲 少年 你已经不再年轻了 你在锁里 有曹昂在 我挺放心的 不用控藏呀 我要杀掉曹昂 分分钟的事情 藏都已经一血 没有牌了 我在控他 我怎么控他呀 把他打死了 我把他打死之后 我保得住主公吗 曹毕有杖八 成功跟他三刀 三刀都不止了 曹毕一刀 成功一刀 名策一刀 一回合三刀 我拿什么去保主公呀 没有曹昂 主公分分钟就死了 父亲快走 有我殿后 这 这个说句老实话 送散了 谢谢 你看一下 以安国事 成羽手里卡张杀还真不一定是件好事 就成羽手里卡张杀 真的不是好事 这刀拆了也没用 人家曹毕又有一张放贴 我刚看见了 成功给了 卡张杀奔育不了了 去杀成功了 他们本来就不杀曹昂呀 他们杀曹昂跟杀成羽 我无所谓呀 要弄死曹昂的时候 我自然会弄死的 现在绝对不是弄死曹昂的时候 雷沙 现在如果要是杀死曹昂的话 要给曹毕收一波牌 我根本保不住主公 续爆了 我要让他们自己知道 你们 你们留着曹昂不去砍成羽 随便你们 反正 没有曹昂 没有曹昂在 我是保不住主公的 没有曹昂在 我绝对保不住主公 这不是一张桃就能保得住的 南蛮入侵 这得给主公 这个还好没死 这陈鱼手里有张明沙的 我自己掉一些还可以接受 毕竟有个桃 这张雷沙很宝贵的 我不能随便丢掉 火攻 我擦嘞 这他妈真不能赌呀 这陈鱼都溢血了 被火攻中就溢血了 曹昂康还不掉闪 我这张桃就给出去了 给出去之后 我自己 我自己就没桃子了 一击可侵 这曹丕可是灌尸斧啊 简直可怕呀 谁跟你说没事的 中了怎么办 中了就出大事了 你知道吗 中了的话 我张桃子就没有了 曹丕又无所谓的 这么多 就是随便灌点垃圾牌 灌上去 灌上去之后 都不用给他送奔御牌 这 这么这么管干什么 奔御牌 哎呀我天 白送了一张奔御牌干什么 陈鱼设服了一张桃 一张勒布斯鼠 我已经看出来了 他肯定是设服了一张桃 一张勒布斯鼠 桃的话是防止反对吃桃的 他接下来 可能要射服杀之类的防御牌 没有射服勒布斯鼠 这勒布斯鼠没有毒条 那 那我就不知道 收了就收了吧 收了之后我全力打曹 曹昂就是 桃子 他回合内不能 回合内不能用射服的 我想起来了 回合内的射服不能用 丢掉了关师 他又射了一张 我擦了 这排列屌 七点 全可以用了 这个 那就不客气了呀 强行扛开 送了一张废牌 这张雷沙 这张雷沙 陈渝竟然没有射服 我本来以为陈渝会射服的 但是也没有办法 曹毕竟没有闪 他有闪应该要送闪 没闪的话 就不知道了 这是要强行把那个 曹昂的收拾牌给收上去 我他中乐了 无所谓 曹昂肯定没闪了 是砍死草皮 还是砍死陈弓呢 还是开始炒皮涮了 陈弓说的 应该就是一张闪 哎呀 降薪陨落 天命难违呀 我尼玛 这 这张纱是小点的 看能不能干掉成功吧 你看这家伙 射服那张牌 弄点了 那行吗 先这样吧 桃子肯定要给主攻留的 这没办法 接下来就打主内反 可怕的主内反 可以把他的武器拿走 对吧 我把街道丢了干什么 这他妈是什么打法 乐不思蜀 你什么在逗我 你什么在逗我 你丢两张丢一张 不都是丢吗 不送主攻牌 这怎么打 这不能让他杀掉成功 让他杀掉成功 我真打不过呢 我擦嘞 我自己要死了 这能让你说的 若无早知如此 射服牌没了他 他应该射服了一张桃吧 先把他干掉再说 请出救路 what the fuck 这怎么玩 输掉了呀 拆刀吧还是 吓死你 先把他那张射服牌都没了 好吧 乐不思蜀 还被乐了 无法玩了呀 机会渺茫啊 这家伙射服杀 我怎么玩 好吧 我擦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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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发动一下技能 咆哮沙场 万夫不敌 雷沙 哎呀 what the fuck 这家伙浪了你知道吗 看到桃子忍不住就吃掉了 要我的话肯定不吃这个桃啊 打的有问题这个 你看谁说 谁说心惨那不能赢的 这不是就赢了吗 得 又有视频可以做了 看样子 不吃的话 不一定 不吃的话 我酒沙 然后开个南蛮 打的